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卡瓦诺 被指三十多年前性侵女学生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将在星期一召开听证会 但是联邦调查局却坚持不开档调查 这项严重的指控 气得大批的民众 指控着高中校友 以及民主党参议员群起示威抗议 大学教授福德揭露自己在1982年求学时 被当时同样是高中生的卡瓦诺性侵 最高法院法官不只是终身职位 还是司法至尊 人品道德容不得半点瑕疵 但是联邦调查局却一口回聚 坚持不调查 百多名愤怒的示威者 星期四就前往参议院办公大楼 要求会见司法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 示威者高举拳头 要求当局给福德一个公道 其实在1991年 名为希尔的律师 就指控当年的大法官候选人托马斯性侵 当时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很快行动 但是现在却袖手旁观 差别待遇让人震惊 另一边乡 福德姆校霍尔顿埃姆斯高中的校友 也发起联署运动 把上千名校友的请愿书 提呈给共和党系弗吉尼亚参议员卡佩托 希望他能够站出来声援福德 至于在俄勒冈州 民主党参议员也召开特别记者会 强烈谴责卡瓦诺 如果让卡瓦诺当上大法官 势必威胁到女性权益 各单位不能做事不管 所以要求联邦调查局 在星期一的听证会之前立案调查 听证会要求卡瓦诺和受害人福德出席 福德代表律师星期二指出 如果不开档调查就不露面 不过隔天又表明愿意配合 但是不满意听证会 只传照他们两人